其实大家看每个人的身体状况 每一个单位其实都很担心 其实虽然现在已经开放餐厅 可以内用了 可是我知道很多餐厅到现在为止 都还不敢开 而且是很多 不是说只有一两家而已 比如说像我朋友 他想要特别去中立 因为那个中贞那个地区 他们有很多特殊的一些 这种云南地方的这些小吃 没有一家敢开放的 其实就是大家都很担心 那我觉得刚刚提到那个 快筛的普及化这件事情 而且那个观念的普及化 能不能够落实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我们其实从头 因为如果疫苗不缺的话 那我现在全力的就是鼓吹打疫苗 但明明就是疫苗缺 没办法在短期之内打到普及的时候 怎么样利用快筛 让人们的行为慢慢的上轨道 我觉得这个其实一个重要的事情 我这边想要谈一个 我自己觉得让我 其实在整个疫情发生的期间 我第一次觉得 我对于所有的数字 我都不相信了 那就是在礼拜六的时候 死亡数字的校正回归这件事情 今天那件事情把我吓到了之后 我就去查了 从8月6号8月7号到8月8号 他所公布的所有的死亡的数字 你知道他8月6号所公布的数字 死亡的日期是介于5月28号到7月21号 跟8月6号差距 整整半个月的时间 到了8月7号也就是公布了 12个死亡病例的那时候呢 他的死亡日期是7月22号到7月30号 然后呢8月7号所公布 8月8号所公布的是 7月31号跟8月1号这两天 我要讲这个数字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在这一段期间 至少有9天 他的死亡人数是0 那可是我去对照 其实这边是有死亡人数的 而那一边当天跟隔天 公布的死亡人数都是0 我过去对这死亡人数 我其实都是非常相信 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医院 不会配合卫福部 做任何掩盖的事情 医院上报了 我今天有病患 在我医院里头过世 因为那都是在医院死亡的 我去查了全部都是 那有病患在我医院死亡 我就是要上报 我要报很多单位 这是医院的立场的这个公式 他不会去隐瞒 那么当他报到了卫福部 我很想问各位 卫福部隔天跟当天 出来的数字是0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医院告诉我们说 这好像有点问题吧 要知道十几个病患过世 所以牵涉的绝对不止一家医院 我们连一家催哨者医院都没有 我过去觉得这个数字都有double check 因为会有医院体系 去double check说 你这数字好像怪怪的 不太可能吧 我们医院过世了那么多人 你怎么公布的数字是这个样子 但是累积了半个月的时间 没有一家医院出来质疑 我现在对所有的数字都质疑了 因为我们根本本来那个double check的机制 完全丧失 我们一家催哨者医院都没有 而且上网还有人告诉我说 光上半年 等等我找一下 光上半年 这个台湾今年上半年死亡人口 比去年增加5000多人 在统计学上不合理 台湾染疫死亡人数是否有隐匿的黑数 要查一下 多5000个 到底讲不可能吗 就是说为什么会多那么多 难道突然进去 你讲的这个事情 江启臣已经有提出疾疑了 同样的这个问题 柯文哲也质疑 当然了又有人讲了 昨天我们医生讲说 有没有可能 因为大家都去光去照顾这个新冠肺炎 医院就去对那个传统松懈癌症 那么开刀 本来该看也不看 那部分也有可能 有些重症的人就不太愿意去医院 那部分有一部分 但是这部分有没有可能 有黑数也是要注意的 要去查清楚